你們就吃蛇羹 但會吃就一定是吃泰士五蛇羹 但其實誰是泰士呢 五蛇又是哪五蛇呢 他就叫江孔恩 由於他是晚清最後一屆的科舉進士 入過泰士院 所以又被人叫做江泰士 他一生鑽研飲食 泰士五蛇羹就是他其中一道代表作 這一道菜式十分講究 要用齊過樹蓉、飯鏟頭 金腳帶、三索線 和八花蛇五種蛇 探牠們肉味鮮甜、較為滋補 處理的時候 要先用人手將蛇去骨挑筋 再撕成幼細肉絲 保持蛇肉的原有口感 其餘的材料都一定要配成幼絲先算合格 亦考刀工 不過自從沙士之後 政府就限制活蛇入口 蛇腹要入齊五種蛇都十分困難 加上沒有新人入行 令這款泰士五蛇羹都已經可以說是接近失傳了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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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